好 跟各位介紹我們369M102 室內機的這個工程設定 我們首先要選擇我們的設定 工程設定 然後設定我們的室內機ID碼 我們要先輸入我們的工程碼 8647 進入以後呢 我們可以設定我們的ID碼 從1到8位數 那我們假設我們現在要設為1號 然後按輸入 那一定要記得我們的分機號碼一定要有個1 每一戶最少一台要有1 那輸入完以後回來 那這時候我們就已經設定完成了 我們這台就是1號的4 1號機了 那我們要調整我們的裝置呢 要進入我們的裝置一樣要8647 我們可以將我們不需要安裝的回錄 如果 比方說我們這邊只有使用大門跟區域1 所以我們就把這其他的 把它做一個關閉 如果電梯叫這也不要 這也不要 訊息也不要 備用 瓦斯 都不要的話 我們就把它關閉 我們可以調整我們的小門口機的數量 1到8 也可以調整我們社區影像的數量 如果我們社區影像只裝 雖然我們可以到8個影像 可是如果我們只用4個的話 我們就要調整4個 那這時候我們回來以後 我們可以在我們的首頁看到畫面是 沒有被使用的區域 就按掉了 它就不會再顯示 同樣的在那個回錄上的話 都不需要去安裝中端電阻 或去管它了 它不再做偵測 那沒有使用的功能也都 這個iPhone也都消失了 這就是我們的工程設定 謝謝